下一場是Jeremy 我認識他很早期就開始接觸 在台灣很早 但很多人沒有寫個月圈的時候 他就在分享這些內容 前幾個月就看到他在Twitter上 一直在發表一些 Functional Programming和Type System的東西 到某一天他突然禍然開朗 進入到不同的領域 今天就是要來分享他這幾個月的研究 我們現在歡迎Jeremy OK 我只有30分鐘 然後現在隨著年紀進大 講話越來越不想說廢話 所以我會盡可能在 重點在前面的5分鐘就講完 所以各位如果要離場 或者要打課 可以在後面開始做這樣 這是我的題目 當然我知道這個是講得非常穩重 其實我只是想講一點這樣 但是我想先從一個產案開始 大家都知道 我要講一個故事就是說 比如一個工程師如何寫錯一行程式 讓公司的股價下跌 CEO出糗 然後公司名稱少了底 不過他本人可能回家吃自己 大家已經猜到是什麼事情了嗎 大家公司叫做Apple 這個猜到iPhone 它上面有一支程式叫做FaceTime 看一下這個標題 今年1月29號的時候 全美各大的口條都是 FaceTime出現了一個bug 當你發起一個call給對方 後面我有寫這個細節 當你發起一個call給對方 對方不用接起來 你就可以聽到對方的聲音 聽起來是不是一個很棒的功能 如果你是真心色的話 大部分不是嘛 對吧 這個問題一發生之後 你可以想像馬上鍋就炸了 因為這是Apple 就是它的頂級產品 卻發生這麼嚴重的隱私的問題 全世界的工程師都在問 為何會發生這種錯誤 因為難道Apple沒有請到最頂級的工程師嗎 難道Apple沒有最好的QA的環境嗎 然後他們沒有排好足夠的開發流程 把這些功能做出來嗎 畢竟它是FaceTime FaceTime唯一的功能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什麼 跟對方講電話 所以這個核心功能 就會發生麥克風 在不該開啟的時候開啟 那各位那麼多的工程師 可能很快就會想到 大概是什麼原因 會造成這個 你一定會想 如果是我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對不對 你一定會做什麼事情 當一通電話進來 我會先判斷 以弗 Answer的 我才後面 Open Mic 再簡單不過就是 你都會寫以弗藥紙 怎麼可能會犯這種錯 Apple的人也會啊 但這個錯就出來了 好 等到大家找出原因說 原來你沒有寫那個以弗藥紙 你少檢查了一個條件之後 大家就開始問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事前防止 一鍋子的精英 在Cupertino的辦公室裡面寫完題 最後還是搞成這個樣子 那難道你的命運 會比那一缸子的精英來得好嗎 你會不會有一天也忘記以為Answer 這個故事主要是要帶到 不論你平常再多小心 你有再完整的測試流程 你有再好的Build Process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開發軟體的手法 本質上就會帶你下地獄 你永遠沒有辦法根絕 你無法預見的問題 再想一次這句話 你沒有辦法根絕 你無法預見的問題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循環論證對不對 但它其實充滿了道理 然後你就會知道 好那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那天是1月29號 1月29號那一天有兩件事情 它的前一天1月28號 是國際隱私節 在那一天呢 大家特別倡導 他們要保護自己的隱私 尤其是在Online的時代 Apple出包 這也就算了 這不是最久 最久的是1月29號那一天 Apple的高層 要向華爾街的投資人 做他們上一季的引收匯報 本來他應該是很高興的跟投資人說 嘿你看我們上一季iPhone賣了多少 我們賺了多少錢 你看我們好棒棒 趕快幫我們再平等挑釁 讓大家再多賣我們的股票 結果那一天的Compcode裡面呢 大家在問的就是 昨天這個新聞是怎麼回事 你們的iPhone現在為什麼會有隱私的問題 你可以想像金庫克的臉色會有多難看 一個CEO在現場是被全華爾街的記者 還有分析師在拷問你這件事情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鬼故事 工程師寫錯一行程式 結果導致Apple落到這個下場 大家好我是Jeremy 過去15年我在美國單字的軟體工程師 主要是幫 主要是在做Web App 還有Application 然後在那個之前我是做User Experience Design 我目前是在美國單字的軟體顧問 主要就是在幫客戶做 接受他們的組件團隊 招募訓練 然後也開發軟體 下面這個DK是我的Twitter 如果你喜歡看垃圾話 或喜歡講看話互相商派的話 可以來吧 好 那這是我的Vlog 那我們先講重點 這是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我們目前開發程式 注意這個程式不只是前端程式 也包括後端程式 甚至也包括Devil House 我們都一定要管理狀態 但是我們管理狀態的方式 有著重大的缺陷 導致我們會在每天的開發當中 程式的問題會一直層出不窮 而且無法更絕 而幾個月前 我得到的AP分明就是 這個問題終於有解了 而且最讓人覺得 可以說是遺憾或興奮的是 這個解法其實已經出現30年了 我待會後面會講 不過在進入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鑽探管理的長期的問題 首先先問一下 有多少人曾經寫過這種 類似這樣子的程式 以弗後面再加上一個ALED 其實我知道這個 只要你沒舉手 只有一種可能 你根本沒寫過程式 要不然就是在說謊 OK 我們都寫過這個 對不對 一開始就是無害的一行程式 就是一個if else 以我的腦袋 我一定可以handle它 但是你也知道 隨著spec的增長 PM每天會來跟你講 我們要做這個修改 終於有一天 它會開始慢慢的長大 變成這樣子 加了四個條件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是 Hedge Credit 它是一個function code 也就是說我們還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sine effect在旁邊 天之上那個Hedge Credit 裡面有做什麼改變 而且這還只是四行 有一家可能變成十行 變成二十行這樣 好 簡單來說 如果你發現你現在的開發環境 你的covid有這些症狀的話 就代表你已經中了招 什麼招 這個就是我說的前端開發 有絕症 而一個人已經中了 比如說這幾個 城市會越來越大 狀態變得越來越控管 越難越難控管 然後呢到最後 共同的心聲就是什麼 我再也趕不動這個城市了 最好沒事就讓它留在那邊 不要去動它 這就是經典的那句話 如果它沒有破壞 別碰它 原因就是因為其實你改不動 所以最好不要動它 OK 然後或者是說 比較負責一點是說 沒關係我修改不了你 但是我可以意思怎麼樣 我寫層層的test把你包起來 所以就像那個wake a hole 你哪裡冒出來一隻臭蟲 我就一個test把它寫下去包住 但是你會發現 你有打不完的mode 因為bug會不斷的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的城市每天還在增長 狀態變得越來越複雜 總有你沒法遇見的問題 會一直冒出來 這樣 所以到最後你唯一的解法 就是最後一行 嘖 時間差不多到也年底了 OK 知道了 好 那回到比較前端方面 原來就像剛剛阿翔介紹的 react是我過去六年的Brandon Barter 在美國就是靠這個吃飯 幫客戶做這個 所以在做react的人 很可能你都有在用redux 它是一個所謂的狀態管理器 當年 13年是react出來 然後大概14年15年的時候redux出現 大家認為 哇這是救世主 有了一個functional的reducer 然後我們可以用比較有條理的方式來管理狀態 這一定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對不對 那個說好就會有這樣的影響 好 redux的基本原理就是這樣 一張圖 那你有用過應該很好了解 那如果你不想看這張圖 你看上面那一行就好 它基本上就是 我有一個舊的狀態 然後你有一個新的action進來 經過中間一個reducer 噜噜噜噜跑一下 我就會突出一包新的new state 那你拿到這個new state 就怎麼樣 重慧畫面 而且因為它有be down 所以重慧很有效率 巴拉巴拉的後略 這個就不講了 我又見頭飄出來的那個地方 就是這整件事情 會出問題的根源 就是那個reducer 有沒有看到這裡已經很難大了 你已經知道問題在哪 好 問題是在於什麼 從off state到reducer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你不可預知 reducer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給你一包舊的資料 我可以對這包舊的資料 做各種轉換 比如說我可以塞新的資料 我可以改它裡面原本的資料 我可以刪除它的資料 不管是做什麼事情 最後我修改完 吐出一包new state給後面的人 聽起來很OK對不對 我寫程式就是看這些事情啊 舊的程式進來 我改它一下 然後再丟出一包新的狀態 沒有錯對不對 問題就在於reducer可以有很多字 比如說一個世界進來 可以有很多reducer 然後很多不同的人在寫它 每個人會對它做什麼事情 不可預知 你可能會以為我寫得很小心 但是誰知道明天進來的菜鳥 會不會寫錯了什麼事情 當它做錯事情 比如說把不該刪的資料刪掉 把不該改的資料改掉 把原本應該answer的 等於false的這個變數 不小心改成answer的等於true的時候 就會出現什麼狀態 你下面的new state是錯誤 這個時候你的程式 就會進入錯誤的狀態 然後再跑下去 它就會失事 可以感覺到reducer 只要你寫得夠多 夠大 夠久 你就會感覺到 這個程式已經不屬於你了 再過六個月 可能連你都不認識它了 因為reducer的複雜度增加了 好 這就是reducer 當時它號稱要解決 後面寫著 它號稱要解決狀態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到最後 它沒有解決狀態的問題 就是寫在這個地方 它是一大包的狀態 經過reducer轉換到下一包狀態 但是我無法確保 那個下一包狀態是正確 它出錯的時候 往往就是等到 CEO被華爾街的投資人表的時候 我才會知道 或者是take news 或者是take crunch上面 等等那個東西 Anyway UDAX成績非常的好 曾經非常的好 它也曾經在那幾年很好的為人們服務 但隨著時間久遠 它的缺點慢慢的出來 更糟糕的其實是reducer之後 市面上出現了一狗票的狀態管理工具 我們每一個都試過什麼 Movex Redux Saga RxJs 任何你講得出來的東西 我們都試過 沒有一個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原因是什麼 這些方案 仍然跳脫不出 從一包狀態 轉換到下一包狀態 我無法控管的就是 轉出來的這包狀態 裡面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寫再多的test都無法預防 這就是這些市面上 所有的state管理工具 目前的問題 所以 大概一年前我開始在想 我沒有辦法 耗盡我的青春 永遠在追尋 如何寫出正確的狀態 我也不能一直換公司啊 這樣子 所以就在想 有沒有根本的解法 那那個時候正好 那一陣是在很 積極的在學haskell 然後後來被朋友推坑 跑去學了Iris 但這是後話 總而言之 如果你有學過Iris 他的教科書上面 所有的範例 都在教你一個東西 叫做狀態機 當然他是寫 非常strong type的狀態機 那我在那邊 學完之後 撞了一頭牆 反正就是 學了撞了一頭包之後 我突然就想 狀態機這個東西 聽起來 裡面有狀態 Renox 也是狀態管理 這兩個東西 為什麼不能用 所以我就回頭來看看 有沒有人試著把Iris 或Haskell 裡面的狀態管理 搬回家 Haskell 結果這麼一早才發現 其實沒有 不過在我們過去 繼續講之前 先看一下狀態機是什麼 大家都有聽過嗎 你平常在學校裡面 就是那種 你都知道你聽過 你也以為你懂 然後就把他拋住腦 後空不會去用他的東西 對不對 他叫做 正式名稱叫做 finite state machine 有人叫他 Determined Finite Automaton 這是他的更學術的名稱 我想講其實有第二句 這個理論 1943年 就有兩個物理博士發表的論文 距今已經76年的 狀態機其實可以完美的解決 我們面臨的問題 但是 大家都是學過就忘了這樣 好險NASA沒有 所以他們火星探射就成功了 那個下面有一個YouTube的影片 有講 他們如何做那個火星探射 Mars Rover 就是用這個東西 然後他解釋他們如何寫了 一大堆的狀態機 然後去... 去產生 然後後來我一發現 狀態機這麼好用 我就去調查 調查了一下 我才發現 其實 在別的行業 人人都在用 我去問我做簽入式系統的朋友 我去問我做醫療的朋友 我去問我做金融的朋友 每個都說 狀態機早就在用 你今天才知道 欸 欸 所以呢 講穿了就是什麼 我們是會前達工程師 其實我們來晚 人家70年前就知道的事情 我們沒有怎麼在用這樣 那當然 晚來也有晚的好處 因為呢 狀態機一直有一個問題 或者是傳統的狀態機 它會有一個所謂狀態爆炸的 呃 這個問題 就是說 當你的城市裡面的狀態很多的時候 因為傳統的590年馬訊 只能是平行 一階的 當你狀態一躲 彼此又交臉 你會發現 它會產生一張非常複雜的狀態圖 複雜到你根本就看不懂 這是他們所謂的狀態爆炸 在那個NASA的影片裡面 他們也有講 他們也面臨狀態爆炸的問題 那他們想出來一個解法 是 呃 用link的方式 就是把它切成裡面說 十張小的狀態機 然後十個狀態機 彼此去相連 用一些比較土炮的方式克服了這個問題 但是應該是有Walk 因為他們的火星探測成功 假設他的話是對的 好,好消息是你不用走這些事情 你也不用用各種土炮的方法 經過了一陣子研究的時候 大約在六個月前 我發現了一個完美的解法 叫做StateCharts StateCharts是什麼東西呢 直接進入這個 它是一種描述式語言 它基本上是基於狀態機 Parentine State Machine而來 它是一個加強版 它首先就是解決掉了 狀態機會有這個 我們先看下面 好,工程師可以用Declarity的方式 我知道這個話 聽起來現在還太抽象 先讓你看一下實際上大概長什麼 這個是標準的XML格式 這是W3C下面的一個分支 這是有國際協會在制定標準 大概會長這樣 你看那個紅色的箭頭 我現在假設這是一個紅綠燈 我要用這個狀態StateChart去Model它 我現在在紅燈 當我過了五秒鐘的時候 我要跳到下面的 我現在在綠燈 過了五秒我要跳到紅燈 這才是很簡單 狀態機就該做一件事 我現在在什麼狀態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要跳到下一個狀態 再做這些事 那如果XML你覺得太古老 這個不符合年輕世代的話 加發水果是不是吵一點 一樣的事情 這樣子 就是 這是簡單做一個 我們平常要做Login 比如說我的程式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你還沒Login 一個是你已經Login 所以BeforeLogin的狀態 是上面那個箭頭 然後呢 當發生Login的事件的時候 我就要跳到Improgress 因為我Login有可能成功 有可能失敗 簡單吧 所以你不看懂這個 你只要知道有這幾個狀態 再切換就好 所以再看一下 不吵的XML 吵的加發 那如果這兩個 你都還沒有辦法看懂的話呢 這是你的最後機會 我現在是BeforeLogin 待會我按了Login之後 我就會進到InProgress Progress會有兩種事件發生 一個成功一個失敗 然後成功我就到Exempted 我可能就讓你Login了 你就可以看你的內容 失敗巴巴 這個什麼 那下面有一個網址 我大概會示範給內容 我現在就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好 其實我切不過去 沒關係 你自己點過去看就好 然後呢 這個是複雜一點的版本 大家在做Web 是不是都有用過 廢取這個指令 你先想想看 如果你突然發神經說 嘿 我要開發我自己的廢取的Library 然後我要開始去 Model它的狀態 可能就是有這些狀態 一開始是在Idle的狀態 然後呢 當用戶觸發了廢取指令 我是會進入那個Pending的狀態 然後我可能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如果成功拿到了Resolve 我就去哪裡 這個圖看起來很理解 你平常要用Fage 它的背後 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這個人只是很負責的 把它狀態寫出來這樣子 OK 所以狀態繼續在做 維護一下 這是簡單的版本 這是JavaScript的版本 這是XML的版本 它們都是一樣的事情 你可以直接手寫這些東西 你也可以在這邊 直接用視覺工具拖拉 一樣可以做出 你要的設計好 你要的狀態 它們是一樣的事 它們都叫做StateChart 好 然後在這邊看一下 StateChart跟FinanceState Machine的差別 這樣子 第一點就是它要解決狀態爆炸 所以它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你要多少層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也可以外連 所以 光是多少層 這個hierarchical的結構 就已經可以解決狀態爆炸 它還可以外連 所以你城市裡面 可以有數百個不同的狀態機 你想要一個畫面 有一個狀態機 沒有問題 盡量寫然後再連結起來就好 然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 是傳統的 FinanceState Machine沒有支援 就是可以操作SideEffects SideEffects聽起來是不是高大上很厲害 其實不太多就是比如說讀寫資料庫啊 存取API啊 或者是操作那個畫面 總之只要不是屬於Function裡面原生的 它只要是操作外部的東西 都叫做SideEffects 那平常我們在開發程式是不是 難免你一定要讀寫資料庫 一定要讀寫API 一定要去改變Done的畫面 放一個DIV 拿掉一個畫森 加個Event 這些都是SideEffects 現在StateChart可以讓你在裡面 去整合這些東西 巴拉巴巴拉 總而言之就是 這個過去六個月我問過很多朋友說 欸你有沒有聽過狀態機 大家聽到狀態機都點了 我說喔我知道 那我再問他說那你有在用嗎 通常那訊息就已經讀不回 因為大家都認為他在學校裡面學過 然後那只是你在大學時代 枯燥乏味的Competent Science課程中 裡面一個渺小的一小節課程 這樣然後就這樣子拋出腦後 然後你寧願在你後來 漫長的職業生涯裡面 耗盡你的青春 去用心血搏鬥把各個Bug修掉 這樣何苦呢 StateChart現在會重回各位的注意力 它是一個完整版 那如果你覺得剛剛那些圖案都很簡單 沒有問題的話 看一下這張圖 這是我們最近在開發的一個產品 已經開發完了 這只是其中的大概十分之一這樣子 我們要面對的是這些狀態 還有這些狀態 彼此之間交互會產生的Event 我最後一次算 我們現在有120個狀態 事件大約有400個 先想看 平常在你已經夠繁忙的 可憐的小腦袋瓜裡面 要如何存120個狀態 已經這400多個交互會影響的Event 所以更棒的是當出問題的時候 你要怎麼知道是哪一個狀態下面的 哪一個Event出問題 因為你根本沒有分狀態 還記得剛剛Redux是什麼嗎 一大包狀態 轉換到一大包狀態 一直知道這一大包狀態裡面 有地方不對 但是你不知道它在哪裡 可是我們改用這個方法之後 所有Debug的過程 從On變成O1 作為工程師都知道 複雜度 原本On的意思是說 我要在這一大包裡面 一個個去找哪裡可能出問題 然後追蹤它的Event 現在有了StateChart之後 一出問題 我可以立刻定位到 一定只有一個狀態出問題 以及這個狀態下面的一個Event出問題 我的Debug時間是從On到O1 這是很簡單 OK 所以這是為什麼 今天會特別來講這個東西 好 實際上能做些什麼 有四點 第一點就是將狀態切片管理 剛剛你的經文不停地強調 從一大包狀態 改到下一包狀態 你幾乎就已經可以拆到 那合理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不要一大包嘛 你把一大包拆成很多小包 也就是切片 然後各個擊破 是不是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那如果你認同這句話的話 把一大包切成小片 然後各個擊破 你再去想一下 狀態不就是在幹這些事情嗎 狀態基本就是把一大包狀態 切成好多個小片的狀態 然後每一個小片的狀態 各個也去擊破它 裡面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就是剛剛的例子 原本你可能只有一大包狀態 裡面有好多變數寫 Is Login Is Improgressed Is Accepted Is Rejected 你可能是四個變數去改 現在你只要把它改成四個狀態 你就可以立刻從一大包切成四小塊 然後各個別處理它 然後第二點 C-Chart可以做的是 它幫你操作SideEffect 這我剛剛有稍微提過 就是如果今天當用戶 按下Login這個按鈕 很明顯你的合理下一步是什麼 你是不知道操作SideEffect 到API去跟Server說 我用戶的帳號密碼是這樣的 請你告訴我沒有Login成功 你是不知道打API 那就是SideEffect 它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你可以封裝在裡面 最重要的是這一點 你一旦可以把你的整個的商業邏輯 切成很多個小包的狀態 每一個狀態又可以整合SideEffect 就是那些Action的話 這代表你整個商業邏輯 會完整的封裝在StateChart 它就是有很多的State 很多的Event 跟很多的SideEffects包起來 你可能像下面對下面這句話 方便帶著折 不限於單一品感情 但還不會有感覺 待會我會讓你知道為什麼它很重要 那我們先看第四點 一旦你有了StateChart 你把商業邏輯在裡面專心寫好之後 剩下的就只有什麼 只要有人去兜出一個AI UI才能夠在畫面上 有介面讓人家用對不對 所以呢 寫好了StateChart 它可以去驅動你的UI 那最重要一點就是這邊講的 UI就變成了一個Dumber Layer 這句話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讓UI變成Dumber Layer很重要 各位可能早就已經聽過 在前段的世界有一個最有名的 叫做所謂的這個Fly and the Charm 就是說 以前對大家有一個笑話 每個禮拜都會出現一個新的Framework 從JQuery Angular React 巴拉巴 後面一段 大家就在想 天啊 這個到底要學到什麼時候 學完了 學Angular就已經老命快去了一半 再學完React 根本從來也沒學會 然後Bubble出來 接著 後面又一堆 不同的UI Framework 告訴你不同的做法 有的人要雙向的這下班 有的人要巴拉巴拉 要怎麼做 有一個學過來的前端框架 如果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這些前端框架 變得不再重要 讓他們不要再來糾纏我的商業邏輯 你作為前端開發的 是不是日子會好過一點 你只要甚至用最單純的狀態機 告訴我要做什麼 我就在畫面上把它畫出來 然後如果有人按了畫面上的某個按鈕 或拖拉的某個東西 我就送一個事件給狀態機 所有的重要的工作 都包在狀態機裡面 我的UI就變成了一個 他只要當一個存蛋 他只要負責匯出畫面 跟接收用戶的Input就好 這點對開發團隊 尤其是可能對Star 如果你找不到很高階的前端工程師 這些事情特別的重要 因為從此你不用再去要求說 你要有五年的React的經驗 你要有十年的JQuery經驗 都不用任何人只要經過簡單的訓練 學會這家公司在用的前端 就可以立刻上風 好 所以這是他的四個好處 快速回顧一下 第一個是將狀態欺騙管理 第二個是你 他可以幫你操作Sign Effect 這個非常的重要 然後完整封裝商業邏輯 還有驅動於玩 搞懂這四點 其實我今天的重點就已經講完 剩下都一直廢話 好 我是倒極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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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 後面講一下 立即的好處 大家都是理性的動物 要學一個新東西 或學一個新概念 你一定要知道對你有什麼好處對不對 第一點 他可以強迫你早點把商業邏輯想清楚 各位大家都是工程師 所以心知肚明 每次當我們遇到一個新的需求 你最想做的事情是 打開你的編輯器 你開始寫下第一行這樣子 然後那第一行可能會是什麼呢 可能會是任何你想要先做 比如說你對Dashbase的操作特別有興趣 我先寫SQL操作 Kinex放下GORM加起來這樣 或者你可能先寫 我最喜歡UI 所以我就先寫了UI的程式 然後寫了老半天之後 你才過來想 這個東西到底當時是要幹嘛 所以老闆的需求是什麼 你才回去問說商業邏輯在哪裡 大部分工程師都曾經落入這種陷阱 就是先拼了命寫程式 再回頭來看看能不能跟我的商業邏輯 正好match這樣 如果沒有怎麼辦 就加分改啊 然後再上Coway工程師寫良句 這樣老闆又改需求 但顯然你自己心裡面也知道 這不是正確的方法 正確的開發方法一定是什麼 先想清楚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把高階的狀態想清楚 甚至你能夠先把高階的Data Type 資料結構的東西搞定 再往下面寫程式才是正確的 用Statechart來開發 就會幫助你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會強迫你要先畫出 剛剛看到的那些圖 你要先在腦中清楚的想好 我這支程式到底可能有哪些狀態 從一個狀態要怎麼跳到另外一個狀態 然後這些狀態跳過去 他們這個中間是有哪些事件處罰 你把這些高層次的東西 越早想清楚 就代表你做出來的東西 會越貼近你真正商業邏輯 需要的東西 而不是讓下面的工程師 像野馬式的 奔出去 等到奔了半個月後 六個月後 你才問他說 為什麼東西還沒開發出來 結果他跟你講 欸我寫了一個超棒的 那個Data Face的Stim Raper這樣 從此之後我不用再自己寫悉口 可是我只是要做一個用戶登錄程式 你幹嘛去寫那個Data Face 開發速度更快 這個非常重要就是 以前我們要處理一大包狀態 然後從裡面找到我要處理的事件 現在因為我用Statechop把它切成很多小片的狀態 所以一次我只要處理一小片狀態 以及這一片狀態裡面可能發生的事件 其他我通通忽略 工程師其實是不善於多工的 至少我啦 所以我不喜歡在很多事情裡面跳躍 我希望專心在一件事情 而且能夠像雷射般Focus在那一個點上面 狀態即幫助我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我現在不論在開發什麼功能 我一定是當時就是在一個狀態 處理下面的單一的事件 我可以專心做好它 而我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做好很多次這個Iteration 所以開發速度就變快 這樣子 好 然後更為主錯 這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今天是一大包狀態 變到下一包狀態 剛出錯的時候 那就是精彩的日子開始 開始在一大包狀態裡面 去找說哪裡可能有問題 現在有狀態即 我要除錯第一件事情 我只問他 我現在在什麼狀態 我現在應該在這個狀態 然後在這個狀態裡面 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你做的事情 是這個狀態可以做的事情 這很快就是大概幾個關鍵的問題 一問完 我就已經知道問題在哪裡 比如說最常見 剛剛我們後來用Statechart來開發之後 90%的問題都出在UI段 就是UI送了錯誤的事件進來 這個後面有機會再講 總共也只是更容易除錯是說 你不用到處去 你的除錯目標非常的明確 你不用浪費時間這樣 還有一點更好測試這樣 我知道這裡每個人都會說 你覺得測試非常重要 你也一定會寫完整的測試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在以往呢 其實當你在寫測試的時候 我相信你心裡面多少都會有心虛的感覺 就是說 雖然我寫了這麼多測試 但是我真的已經cover了所有的H-Case 如果真的試的話 為什麼你的Gyra的TP 總是會成長 而不是減少 代表一定有新的BUG出現 可是你明明有寫Test OK 這個問題就是在於 我剛剛講過 你其實沒有辦法去處理 你無法你未知的事件 你只能針對已知的事件 或者是那些你以為你知道的事件 先去寫Test 但是你一旦敢用狀態機開發 這邊講一下 我把狀態機跟Statechart 這兩個名字其實是 interchangeable 他們是一樣的概念這樣子 但其實應該是說Statechart 當你用Statechart開發的時候 我可以保證 我有百分之百的Test Coverage 針對每一個狀態 以及狀態裡面的每一個事件 我都用測試去覆蓋它 而且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訴你 不在這個狀態 你就不能做這件事情 你就自然無法進入下一個狀態 所以只要我測試跑過 就是Statechart的測試跑過 我可以告訴你百分之百 我的狀態的部分是沒問題的 剩下的鍋一定都是在寫UI的人身上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把責任推給寫UI的人 這樣就不太好處了 但是更好測試是真的 所以我們現在開發信心度非常高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會專心把Statechart設計好 把那邊的測試也都做好 然後確保它的測試每次都過 後面我就不怕人家怎麼亂搞 只要我的測試一失敗 我就知道有個洞裡面的東西 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在夠大的團隊裡面開發的話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很重要 通常我們開發程式是一個線性的過程 就是說沒有把狀態跟UI 應該這樣講 用React開發Redux的程式 是不是就是大家可能從路邊一開始寫 然後我們從那邊的狀態做完之後再來寫UI 因為它是一個前面沒有做完後面就不能做 但是如果你一旦學會用Statechart開發的功法之後 你會發現狀態開發跟UI開發 可以是兩個平行的process 也就是說頓時你可以把你的team切成兩半 資深的那個人抓去說來你負責做business的modeling 你負責來寫這個Statechart 剩下的這些比較不那麼資深的人 就去做UI 他們可以開始拉畫面 比如說login的畫面 列表的畫面 他們可以先把這些原件都寫好 畫面都做好 等到兩邊都開發的差不多了 再來會時 因為我剛好直接講過 一旦你有狀態機 你的前端是不是變成了一個down layer 就是一個存蛋 它只需要送事件給後面的狀態機 然後商業邏輯都在狀態機裡面處理好 然後他處理好這些邏輯 他還在送出一個事件 告訴UI說 嘿你可以重會了 UI的人就只要幹這兩件事情 送事件給狀態機 接收狀態機的事件 重壞畫面 沒有 就這樣子 所以可以平行開發 那一開始六個月前 我也覺得這是美夢 因為之前很多事故都失敗 但我就挑了一個客戶 然後在一個小型的團隊裡面 我真的試驗過 速度真的可以快超過兩倍 因為真的就是平行 我們不用互相騰 你先寫Redux的時候 大家曾經想出各種奇蹟銀橋 我們如果用什麼Dux、Baden 然後切分module 你就可以寫你的module 我可以寫我的module 直到這些要整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夢就是夢 沒有實現都不是真的 好 長期的好處 我剛剛講還只是短期的好處 快速再看一下 可以平行開發 可以更好的測試 可以更容易除錯 然後開發速度更快 還有更早想清楚 光是這五點 其實你就已經沒有什麼理由 不採用這個方法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長期的好處 剛剛有講過 這是第二次出現 商業邏輯可以高度封裝 帶到什麼 如果你在家公司待了夠久 難免會經歷說 有一天老闆突然講 我覺得這個現在用的技術 真的不夠 它無法滿足我們對效率的需求 沒有辦法滿足我們未來的業務需求 所以我們可能要換去另外一個語言 或者是我們最常聽到的 比如說我們Angular寫到卡住 我們沒有辦法再做下去 所以我們決定從下個月開始 總共敢用View這樣 當然就有兩個問題 總而言之 換框架換技術是很常見 那往往換的成本是不是都很高 因為所有人都要重新寫 但是所以我剛剛講 如果你採用這個開發方式 我們是把商業邏輯完整的封裝在 你的狀態機裡面 那顆狀態機是跟外界完全解連的 你今天是用Angular 用View 用React 用JQuery 或者是你要用將來最新出現的任何框架 它都只是UIT而已 不會影響到邏輯層 所以你可以帶著它轉換 那各位如果 只要有一天你當上了PM 你當上了Team Leader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因為當你的上面的老闆跟你說 這個idea我希望下個月就可以看到成品 但是不能用既有的東西做 我希望換到另外一個更快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而且如果你當時有這個設計 你會非常感激 這樣 那UI變成Double Layer 這剛剛講過 那最後一句才是重點 一樣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經歷人 公司有一個面對的問題是什麼 找不到人 你找不到資深的React 工程師 找不到資深的View 工程師 找不到資深的Angry 你永遠找不到任何資深的 只有你是最資深的 這樣你不能做到死 如果今天用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讓人才的需求大幅降低 講的直白一點就是 它只要會JavaScreen 跟最基礎的任何一個框架 它基本上都可以寫 而且還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為什麼 真正的重要的東西都在商業邏輯 是包在StateChart裡面 而那個東西我剛剛就講 應該是你用最資深的那個人去做它 這樣子 好還有這個是我覺得最有趣的一點 我一開始研究這個東西 只是為了要解決我在前段遇到的問題 那時候我發現 只要你寫的程式需要管理狀態 其實你就用得到StateChart 那也就是代表什麼 後端各種情境都用得到 還有像我們之前 因為在寫一個大型的Crawler 那我們要做很多的Job Scasuring 那個時候也是搞死的 因為Job Scasuring就是說 A工作做完要做B B做完要做C C做完要做D 這種事情 一個Case很簡單 變成1000個Case的時候 就非常的複雜 那時候就寫了很多人工的工作 後來敢用StateChart 整件事情頓時就是我剛剛講 ON變成O1 複雜度馬上就降低到 讓人覺得可笑的地步 會開始想 再降下去我後面失業 OK 那講到歷史之序 這個東西 首先你聽到StateChart 你可能會想說 哪裡來的 我先會講一件很驚人的事實 就是它不是橫空出世 它第一份論文是在 在後面有解 看這一個 它的第一份論文是在1987年 David Harrell就提出了 這個都有在Google Scholar上面 大概可以找得到 也就是說呢 回來看一下 過去30年 已經被學術界很用力的研究過 所以現在出現在裡面的功能 都是保證怎麼樣 絕對不用出錯 你根本就不用擔心 輪子不是圓的 或它不會轉 你不用去想這種事情 你的車子如果出問題 一定是別的問題 一定是你的引擎 或什麼油卡 然後另外有時候 這裡是一個W3系的規格 它就跟UML一樣 這邊年輕一點的朋友 可能沒經歷過UML盛行的那個年代 當年就是 到了會議上UML丟下來 就當你是神 後來就是經病 這樣子 那器材早就已經在用了 所以論文在這邊 然後呢 1999年的時候 這個人也是橫空出世 他寫這本書 叫做 Constrated User Interface with State Chart 這我花了好多的心力 才終於在大學的圖書館裡面 找到一個還沒絕半的資本 這本書是這個領域的 聖經中的聖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只有這個人 這個人寫過這一本 學術論文很多啦 但是真的寫成商業的書 但是這個真的非常的棒 但他已經找不到 電子書有需要再留 好 那如何上書 我請你只剩五分鐘 OK好 後面這個沒有關係 怎麼放手 這是幾個關鍵的步驟 那我們直接看這個心法 在我六個月前 開始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也自認 應該狀態期我也很懂 這個怎麼會有困難 那結果我做下去才發現 難的不是狀態機 難的是什麼 是那個modeling business modeling 你要如何把你的商業需求 用圖表表達出來 你必須在腦中 能夠很清楚的 將它切分成好多狀態 而且這些狀態 是有彼此關聯的 這個東西叫做business modeling 所以難的不是工具 工具就剩幾個語法 一學就會 難的是如何去思考 你的商業邏輯 然後把它分割成狀態這樣 那你只要記得 沒有絕對的答案 我後來跟很多國外的一些 他們這些開發者討論 他們就是會說這樣 Even是在Apple 他們後來也在用 他們也說沒有標準的答案 只要東西walk 而且是正確的都行 這樣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我後來的體驗就是 你的腦子要換個方式思考 就像當年大家都寫這顆語 有一天你突然要 看到react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從那個 imperative的想法 就是一行行去改 改成是 declarative的想法 那現在如果你要改用StateChart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從一大包狀態的思維 改成在腦中 自動就把狀態切片 然後用這個切片後的狀態去思考 然後你也要習慣 這家商業的邏輯和UI分開這樣 簡單講就是這句話 2013年的時候 我們前端經歷了一場大改變 是說我們要從JQuery 到Thinking in Component 大家都覺得非常棒 六年過後 新的Paradigm要來了 你現在不只是要Thinking in Component 你還要更上一層是 你能夠Thinking in State 這個State的講 就是StateChart 在你的腦中 將商業邏輯 從一大包切成許多小包 只要你能做到這樣 你就成功了一半 剩下一半在哪 在後面 教學資源 我知道要學這個很困難 我已經把所有 比較好用的教學資源 都推在這邊了 這個XState是一個JavaScript 後隊我話給大家講 剛剛都在拍照 其實簡報我已經上傳到Speak Deck 然後飯店也都放在Gear 其實你不用操控 我先不用拍照 後面都會列出來 XState是一個JavaScript的實作 那在其他的語言 也有 但是可能成熟度不一定 那如果你正好是寫JavaScript 或TypeScript 可以先從這邊入手 然後呢 這個有一個StateChart的網站 裡面有很多基礎範例 那如果你不是看文字型的人 你想直接看範例的話 下面這是我的第一號 我已經針對六種不同 常見的商業應用 寫好了範例 放好了圖 連每一行程式網 我都盡可能的註解 再看不懂 欸 好啦 試試看這個 六個範例這樣子 然後也有社群 英文的社群 這是目前的大本營 就是 大概國外的精英 在做StateChart都在這個裡面 那中文呢 我今天早上 剛開了一個group 在Facebook上面這樣 貼了兩篇文章 這樣歡迎大家加入這樣 那如果窮盡上面的手法 你還是沒有辦法 解決你的疑問的話 這是我的臉書 你想要看那個騎腳踏車的人 頭像這樣 臉書我已經很久沒有在用 但是我都在用Messenger 所以如果你幾問我就會回答 這樣好 最後一句話高董 這個可能是你質疑 最重要的一筆投資 相信我 我已經在這一行做了快二十年了 連我都有這種感嘆這樣 我希望可以幫各位省一點點時間 你不要等到二十年後 才跟我想一樣的事情 這樣子 好 最後一句話 Make it impossible impossible 它讓不可能的狀態 不可能的發生 這就是StateChart帶來的價值 OK 謝謝 那我們謝謝Jeremy 那 在SIDO上有一個問題 其實剛剛最後我覺得好像已經有回答了 不過我還是不思不想 就是它的問題是 所以是有一個套件可以把狀態機直接變成REACOR 謝謝 目前沒有 但是NASA做了一個是可以把狀態機變成Java的Code 然後它也可以變成C加Java的Code 所以 Contribution 我要Code 你可以寫一個來 不過我可以跟你講的意義其實不大 你一開始會想要自動做Code 我可以跟你講說 在歷史的經驗裡面 做Code 通常都沒什麼好下場 這樣子 所以可能這件事情 就算做出來意義不那麼大 那我們現場再開放一個問題好了 那就去 不好意思 我想問兩個問題 然後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FineXNAMACHINE可能在前端的部分 是近幾個月台開始 那以你的觀察 國外目前就是發展的狀況如何 我跟你講這個裁判 當年我2013年我把REACOR帶回台灣的時候 其實在國外已經紅了兩年了 那個時候西部水澡的人結智 回台灣我們已經紅了兩年 StateChart現在國外也才剛開始 這樣 你如果去Medium上面搜尋 有提到X-State 就是剛剛那個Library 或StateChart 你會發現文章還很稀少 這代表什麼 終於有一次台灣可以跟國外同步潮流了 而且是不是狗馬還有機會領先這樣 因為在國外大家還很年輕這樣子 好謝謝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講到很多就是 FinanceState Machine 然後可能我們一開始規劃State的時候 可能會把它全部寫在 整個大個FinanceState Machine底下 那當我要切割每個 FinanceState Machine的時候 它的難易度 或者是因你的經驗來講 是不是 有需要什麼注意的地方 有 當你發現寫不下去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切 什麼意思 當你發現到一個狀態裡面 裡面為什麼有30個事件 或50個事件的時候 你就會想 可能不太對勁 這50個事件 其實是不是應該可以切成五個子狀態 然後再個別處理 這個Iteration的過程 每個人都免不了 我一開始寫的時候 是錯了更多 你看到這張都還是 可能都已經是三個月前的版本 現在我們用的版本 已經跟它長得完全都不一樣 你就可以想見那個狀態 改變得多激烈這樣 所以沒有辦法一次做的 但是也不要想尋求 唯一的答案 這世界沒有標準答案 狀態階級 怎麼設計 只要符合你的需求都可以 謝謝 謝謝Jeremy 那我們 早上的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